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科学新知第三节 我们第三、第四节 转一些与生命有关的话题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很老生常谈的问题 但在刚刚这个星期的消息里 也看到对于老生常谈的问题 有一个新的答案 就是为何女人被男人长命 如果大家开玩笑的话 就会觉得男人比较冒险 然后就经常做一些高危动作 又不注意安全 一些东西又老妄 然后更多风险就会危险 这个就是说笑的层面 因为如果你只是看那些 遭遇以外的死亡率 你只是看那些人的寿命的长短 这是普遍的现象 对于世界上任何国家 一定是女人寿命长过男人 譬如像香港 香港就是全世界的人均寿命最长的一个地区 而且女性都不是80头 是去到80中 那些年龄已经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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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都可以过到80 所以令到香港 大家男女都可以平均 容易过到80岁 令对成为一个全世界 都叫长寿的地方 那如果你说其他很多地方 那你仍然是说日本 那些都长 那很多时候 其实每一个国家 他的平均寿命长不长 短不短都很和他们的医疗 究竟支援程度 医药先不先进 和医疗网络建构得好不好 就直接有关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香港的老本 即医疗系统 今时今日 虽然大家都有很多 很多意见 但是一直以来 建立下来的制度 即7分钟 就会有救护车来 接到人去医院 去抢救这件事 其实那个效率是很高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有些地区做得到 如果交通方便 但也有很多国家大的 你比较荒谬的地方 医疗支援做得不好 就反而令到整个 你有好的技术 都未必较得像人 这里只不过是 公共卫生层面 但如果在生物学的层面 我们去说 为什么女人 会活得比男人长呢?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都尝试去找这个答案 我们以前有提过 会不会是基因层面 可以解释到 当然 我们有一个对的答案 找到的 的而且确在性别基因 那里 已经决定了 决定了男女 也的而且确 我们看到 比较长寿的因素 出现了 XX 即是女性的染色体 男性不是XX的 在第23队的染色体 而是XY的 一出现一些不对称 其实在生物学上 也有一个定律 就是通常出现了 一些不对称的 都是奶奶地耶 所以 男性的第23队的荷尔蒙 出现了 有XY 又是不对称的一队的时候 那就会有其中一个效应 我们会认为不好的 就是比类性会短命 你可以再追问下去 一长一短 有什么机制 令你最后短命了呢 即是你就算有个基因 那个基因 最后是有没有开着 开不着 里面哪个 哪个资讯 是开着了 促成了 令到你身体里面 会有什么表征 有什么令到两性之间有分别 当然 两性之间的外表上有分别 或者整个荷尔蒙分泌有分别 但是由这些东西 又如何去引伸出来的效果 就是最后就是 你那个 连寿命都有分别 所以你要真真正正解答 那个叫做 为什么女人会长命过男人 这个问题呢 第一 我已经说了 不要只是由 大家永远以冒险去解释 也不要只是一句 就是由基因给出来 对称不对称 来解释 你是要将整个故事 由最基本的基因分子层面 一直说到 人的 如何形成 结构 以及整个动态平衡 最后内分泌 如何影响到 最后寿命的长短 你要将中间的 整个因果关系故事 要说清楚 在这里 今个星期的 这个新闻报道 就给了其中一个环节 画面上 看到有些鱼 这些鱼是什么鱼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自己是喜欢 鱼鱼呢 可能都会鱼这种鱼 也不奇怪的 这种鱼的名字 叫做非洲鱼鱼 鱼就是美丽的鱼 它有一个特性很有趣的 亦是因为这个特性 令它成为 今次的研究对象 很多时候在生物学上 如果纯粹研究寿命问题 我当然希望找一样 寿命周期够短的东西 所以在很多时候 基因的实验中 很喜欢找 不是找白老鼠 是找乌鹰来做研究 因为它繁殖 很容易繁殖到十多代 然后一直看它的基因变化 现在它们选择了一个 生命周期也算是短的 而且我想也不难养 而且一般都是可以 做观赏鱼的一种 这种非洲鱼鱼 它有一个特性很有趣的 它在非洲鱼鱼 这种鱼 我想可以说是很粗生的 因为它可以在一些极端 很缺水的环境 继续繁殖生存 譬如说 鱼鱼鱼鱼鱼鱼的抗旱能力很高 譬如说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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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这个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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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它就进入休眠状态 身体上也可以令自己的血 不要瘫在这里 你稍微给自己滴水 它就醒了 然后就继续游泳了 可以完全是透过这样 而且是没有水 没有得用筛呼吸的时候 它是有肺来呼吸 这些抗汗能力很高的鱼 这只非洲泥鱼 就是另外一种 今次实验用到的这种 它除了抗汗能力高之外 它生命的周期 就是由它一粒鱼一呼出来 到成熟14天而已 很快就生成一条成年的鱼 所以亦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让它变成 如果我们真的要看看 有良性的东西 而且是性征比较明显的 你不要胡乱用到 变成乌鹰有时有些东西会稀疏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 用了这种鱼 这种鱼怎样帮我们 去给予这个答案出来呢 原来它做了很多的一些实验 去尝试的 其中就说了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试试去拿走 在这个鱼的生长过程的时候 我们试试去删除一些的制 和性别有关的制 我们现在知道 不同的性别的寿命会不同 这种鱼一样 对猴子一样 对老鼠一样 对人一样 这种似乎就是 一是痴性和红性的东西 很多时候你会发觉 就有两性的寿命长短 有分别的了 现在就很有趣了 不如这样吧 我们可不可以在他们的生长过程里面 尝试去抑制一些和性别有关的特征 令他可能性发育不健全 令他无论 那条红性的小朋友鱼 和痴性的小朋友鱼 最后出来大过了 那些痴红分别是不明显的 当然了 这件事是在人的层面都做得到的 但我们实验要找这个答案 就不用用人来做 那么 就很有趣了 他就发觉 如果我将那些能够产生到 精子或者卵子的因素 去抹除它的时候 你就会令到那个原本是红性 或者原本是痴性的鱼 最后出来的平均寿命 就变得差不多了 在这里很有趣的 因为你如果说红性和痴性 你也可以说究竟是哪一个层面 哪一个运作层面的原因 令到他们的寿命会有分别呢 你可以说会不会是内分泌呢 我将它大家一起打那么多刺激素 会不会看到分别呢 那你那个内分泌可能是其中的原因 但是内分泌它也有它 为什么会多了内分泌的原因 其中一个你女性 痴性是会排卵的 它有它的痴激素在这里 其实无论是红性和痴性 它都有分泌红痴激素的能力 不过是它的平衡多和少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一个红性的东西 你加多痴激素 就会表现多一些近痴性的表征出来 人也是的 男人打多痴激素的声音都会不同了 老年人 老年的男人老年的女人 它那个痴红激素的比例 没有那么极端的时候 你会发觉 男人的声音就会尖了 女人的声音就会沉了 或者她的样子又会男性了一些 或者男人的样子就会 女性化了一些 那你都会看到这个分别 但是这是一个外表的分别 最后反映到其中很有趣 他们找到其中一个因子 就是说 你将它原本是用来形成了 精子和卵子的生理结构 你将它抑制着它 他就会发觉 那个 平均的寿命 就没有了个分别 有人就会说 其实会不会就是 现在就这么说了 在这种非洲礼遇那里 给了一个启示出来 就是说 其实对于很多的生物来说 应该就是 那个产生的 精子卵子的那套机器 其实就是 令到我们的寿命有长短的原因 当然背后就伴随着 一个你那个的 痴红激素 那些这样的分泌 然后怎样令到我们 譬如说 痴级素除了是表现到性症 就是那些痴性的性症之外 另外一个对于人来说 譬如说有女性 吃开鼻孕药会肥 男人 譬如你给了多痴级素 去客观的效果 亦都是比较容易地去 有那些血管的疾病 可能亦都跟肥胖有关 心脏的疾病 应该就说到 然后就是 虹激素太多的时候 亦都真的会比较容易有癌症 这些东西 的确就是 由内分泌 以及这些 灌随着你去产生精子卵子 这些因素 的那一套 这样的东西 你会发觉就决定了 这个 性别的 不同性别的寿命的长短 在人的层面 我们就没得 好像用一条鱼来 去硬 去淹了它 这样的 实验地去淹了它 但是我们知道 人类的文明里面 的确是有 自我淹割的现象 其中一种就是 太监 在这个研究里面 后来也有再 recall 一个在韩国做的研究 他就由历史上考究了 就是81位 这个韩国太监 他的平均寿命 和其他社会上 差不多位阶的人 他的平均寿命有没有分别呢 你一定会问的 太监他处身的阶层 你可以对应到社会哪个阶层 你穷人 好说不好听 古代现代都是的 你穷没有钱医病 你的平均寿命就短了 有钱的平均寿命就长了 这个也是 在今时今日也看到 我们要排除这些 社会上的经济因素 假设大家都可以 有这样的资源去接触到 大家都是 差不多有钱的 虽然太监未必真的很有钱 OK 但是就是 你可以大约以他当时的生活标准 去对应社会上哪个阶层的生活标准 跟他差不多 跟他做一个年龄的比较 于是我们就纯粹看到他的生理比较的效应 的确从这个统计图里看到 最左手边的咖啡色的那条线 你就看到 就是那81个 太监的平均寿命 就是韩国太监 你发觉是比较其他 职位的人 或者其他社会角色的人 我这里就不知道他在说 哪个阶层 的确是高一点 那从这里就多多一点 就好像坐证着 会不会真的平均寿命高一点 但是如果深水清 你会看到这个统计图 就是 没错 你看到中间的格子 好像高一点 但是是不是全面地高 你考虑那些极端的情况 是不是完全是可以去将 统计学上完全是证实到 他是有意义地是高于其他 那你都可以争辞的 所以现在就是说 在这个韩国做的 用观察古代 就是那些太监的 那个结果 就叫做 不是说很有力 对他支持着这个结论 就叫做有少少的迹象 是支持着 就是当一个人 如果真的没有了那些 就是製造精子 或者甚至製造卵子的 这些器官的时候 照计 雌虹的寿命分别 就不会再有分别了 由这里会不会就解释到 为什么女人的寿命 比男人的寿命长 比男人的原因呢 这是一个中间的一步研究 你永远可以再仔细点问 没有了这些这样的 製造精子卵子的器官 人的内分泌的变化 而这些内分泌的变化 最后如何反映到 在我们的身体器官 变异得快不快 衰退得快不快 如果反映到这些层面的时候 最后如何影响到 我们的寿命 当然还有一些研究 可以继续下去 寻找答案 我们关于男女寿命的问题 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吱风